为了鼓励小朋友考试拿满分 有不少店家会推出考卷换商品的活动 但在新北市树林有一间可力饼店 却因此爆发纠纷 原来是有家长拨满大劳员跑来 但是店家提早卖光了让他扑工 气得当场大骂 要对方不要再办这样的活动了 只会让小朋友期待落空 而对此老板爷气渣表示 他都有在粉丝专业跟群组里头发出公告 说活动期间人潮会比较多 卖光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提早前来兑换 可力饼店老板站在柜台收拾打扫 准备打烊 这时顾客上门 原来这位妈妈拿着满分考卷 要帮小朋友兑换可力饼 但没想到可力饼早早就已经换完 家长不满扑空 当场和店家大吵 老板气炸因为粉丝专业早有公告 活动两天人潮众多 售完等于活动结束 向兑换务必要提前 这名家长没换到 竟要店家别再办活动 只会让小朋友期待落空 他有他的限量 就是要看店家怎么样就跟着店家 他没有看LINE讯息 没有追逐我们的粉丝专业 就算了来现场 然后好声好气讲还给我这样 可能人家就说 我们这样子 卖完了做声音这样子很可恶 其中期末考 满分换可力饼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两年 老板为了给小朋友鼓励 自行吸收成本 却因为玩受被家长怒骂 暂时没打算再继续举办 避免又发生争议 记得全王文豪 新北藏报道